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范例的下载 范例在这地方 httbs冒号斜线写线 goo.gl斜线 ytz大写的rx大写的t 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点这个windows旁边 这个Microsoft Edge 所以点一下 这个地方输入什么 这个地方就输入我刚给你的网址 https冒号斜线斜线 goo.gl斜线 ytz大写的rx大写的t 再一次的强调一下 这个r一定要大写 这个t一定要大写 接下来 这一个图示 这边就只有一个档案要下载 所以你去看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下载的图示 一个往下的箭头 往下的箭头 然后一条横线 一条横线代表主机 就是把它从上面往下 从云端 往下下载到本机的意思 这个图示点一下 那因为我们用的是windows edge 浏览器 所以他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档案呢 要不要储存 那就麻烦请你储存 这样就好了 储存完毕之后呢 他说已经完成下载就把它给关掉 这个关掉 下载好这个范例档案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是从网路上去下载下来一个范例档案 他当然放在下载 点选资料夹 这个其实不叫资料夹 这在windows 10里面 他已经改名叫档案总管 点下去 这边快速存取有一个下载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超市范例 这就是刚刚我下载下来的 这样可以了解 你们就只有一个档案 你们就只有一个档案 就是叫超市范例 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来了 可是我要特别告诉你一件事情 因为 我们现在装的 未来你们装的Office 2016包含以后的版本 他全部都变成电脑的一个APP 他既然是电脑的一个APP 所以他会放在 如果windows 10里面 他就不会放在一个程式级理下 他就全部都按照那个APP的英文字母顺序来排列 所以你去看Easell Easell他是E-X-E-L 所以E他就排在这个E的位置 就像Word Word W他就排在很后面了 排在非常非常后面 所以去找W 这边W开头 然后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有Word 2016 他是按照这种字母顺序 排所有的APP 你要记住这件事 连日后如果你有机会 你想要上大数据分析工具 这个Power BI也是一个APP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所以我们如果你要使用Easell 你必须要windows 然后这样子上下 先找到英文字母开头 然后再去找软体名称 好那我们因为要使用这个范例 我们就快速点两下 就打开这个范例了 所以你去下载里面 开启档案 就是1点选 点选 档案总管 2点选下载 下载里面的这个档案 但是不是要点一次 是要点两次 点两次就是执行 好那麻烦亲们先打开 检查一下 有没有这个范例档案 就是开启Easell 2016 还有开启这个档案的方法都教了 我们从网路上下载的档案 开启的时候 第一次开启的时候 它会有受到那个资讯安全保护的原因 所以他这边说 他说这个档案呢 目前是受保护的检视 目前的状态 也就是说 虽然你把它下载下来 但是事实上 你还没有执行它 开启它 你只能看到它 看到它不会受到任何病毒的威胁 所以如果说你确定 这个档案是你要的档案 你就点选 启用编辑 如果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赶快把它关掉 然后删掉 可以了解 这是等于说多保护一下我们的电脑的安全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只是一个警告 它只是一个提醒 离醒 惊叹号是一个警告 这应该不是惊叹号 这应该叫做information 它只是提供给你一个资讯 资讯 受保护的检视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要点 启用编辑 你看哦 如果我现在我选到它 我点 delete 滑鼠右键 这些都是不能做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还不能编辑它 删除就是编辑的一种 接下来我们就点这个启用编辑 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启这个档案了 所以就只有点一个按钮 开启受保护的档案 而且这件事只要做一次关掉 然后接下来快速点两下 你看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档案 不会再有什么受保护的检视了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麻烦就请点一下受启动编辑那个按钮 请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拿到这个资料 你觉得拿到这个资料对还是不对 里面资料内容有没有问题 对吧 你不然说好 小明他今天拿给我一个什么资料 我就好努力的赶快做完资料分析 然后送给老板 然后他去报告 报告出去之后发现 然后那个小明就跟我讲说 对不起 我给你的资料 某一年资料错了 那老板已经报告出去了 你觉得这笔账算谁的 算老板的 还是算做资料分析的 还是算资料提供的 算老板的 那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他不好过 你也不会好过的 好 那接下来 我现在我拿到资料了 你是不是对资料应该要稍微了解一下 对不对 我举一个例子 请问一下 我的资料 我拿到资料 是不是会有一个资料分析的目的 例如说老板 你觉得老板最想要看到什么事 那你是不是先看 这里面有哪些栏位 这里面有哪些栏位 对不对 这里面是不是有 跟数字有关系的 有销售额 有利润 对不对 那你觉得老板最想要先知道是什么事情 利润 对吧 可是如果你的主管 他是制造部门 他可能在意的是数量 那就要随着老板 你看你 他要请你做什么分析 额定 好 那接下来 你觉不觉得 你是不是至少先检视一下 这个销售额 这个利润 他的一个数值范围 到底对还是不对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决定来说 好了 我觉得数量最容易 最容易去理解 讲成我们今天销售数量 可能了不起 就买一件 买两件 买三件 如果大部分都是 有一个分布 有一个分布 我们大概就是1到14 1到14的次数的频率 可是如果有一笔的订单 数量是100 那你会不会觉得 这笔订单是有问题的 那有问题的资料 你不能加进去做资料分析 可以了解吗 所以接下来 我要先跟你讨论这件事 你拿到的资料 你就直接下去分析 那你在咨询史录 我再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很重要的观念 我有一个学长 他去剑桥大学念博士 然后他有一次做小鼠的实验 然后他要去测小鼠 照那个X光 多久会得乳癌 结果他去做了定句 花了很多钱 然后去做分析分析 结果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第一件事 他没有检测 这个小鼠是公的还是母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那后面做再怎么好的实验 是不是都是白做的 对不对 所以拿到资料 不要急着先做资料分析 所以我们先教你几件事好不好 如何判断你的资料 到底正不正确 干不干净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有多少笔 这边已经告诉 对了 这个功能我觉得蛮棒的 滑鼠右键点它 滑鼠右键点它 好这边是不是有预设 我先恢复 最小值最大值先关掉 预设 预设就是当我今天我点这个栏 然后呢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它怎么反应怎么办 滑鼠右键 因为有没有看到预设就是会放假种平均项目个数 建议把最小值最大值都打勾 你看一下我们的总共资料比数多少笔 项目个数是不是1万笔 因为记录有1万笔 但是因为它这边有标题列 所以记录有1万笔 那它的值呢 它是从最小是1 最大是1万 这代表那个 这应该是编号 我想这样子检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吗 也就是说 1万笔的记录 编号不可以重复 就像身份证字号码 不可以重复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总共最小是从第一笔开始 最大到1万笔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一定要用滑鼠右键打开 打开这下面 然后点选什么 最小值跟最大值 然后你去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总共行列数有多少 是不是1万笔 如果是 那当然就没问题 因为我给你的资料就是 2016年 2013年到2016年 然后这1万笔记录的资料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用滑鼠右键把那个 就是应该说检视吧 检视 然后把它打开最小值跟最大值 所以我们来看资料比数 好 你这样是不是可以觉得说 没错 1万笔资料在这里面 好 我们现在来检查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好 小明告诉我说 这个订单日期应该是从2013年到2016年 2013年的1月1号到2016年的12月31号 我们是不是要去先检视我们的资料到底对或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怎么检视 画季吗 等你画完季可能已经过了15天了 对吧 画季 我以前我在学统计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他出其中考 其中考 第一次考试 他就出了20分钟 就是要求我们一定要会基本的统计 第一件事就在数数字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电脑 所以我们会想 其他更好的方法来去做这件事 怎么做 好吧 我想问你们 你们可能也不太想要理我 所以我就自问自答 当然就做排序 排序然后看第一个是谁 最后一个是谁 对不对 好 所以排序在哪里 常用底下排序由旧到新 第一个资料是不是2013年的1月1号 最后一个资料 最后一个资料怎么调到最下面 END 点一下 END在键盘的什么位置知道吗 知道 然后再来 因为我要到最下面 所以往下的方向键点一下 好 他这边说最后一个日期是2016年12月30号 请问是不是符合这个资料范围 对不对 好 所以他给我的资料范围没有问题 没有2013 没有2012年的资料 也没有之前的资料 也没有2017年之后的资料 可以哦 但不代表这家公司不会再增加2017年的资料 对不对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以上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假设你今天资料分析好了 你分析到2016年 然后可是到了2017年是不是又把资料放进去 你可能曾经做过分析要从头再做一次 对吧 我们今天上完这两天的课 你就会发现大数据分析的技术里面 不会让你再从头开始做一次 这件事一定要一定 今天可能4点20分之前就会教你了 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 你知道这排序 知道排序它很重要吗 不教真的不行 可是你会排序不等于你会应用 好 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就是请你做一个简单的排序 好 请你动手来去做一下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资料 是从2013年1月1号到2016年的12月30 所以这个资料范围是对的 我们针对文字的栏位 文字的栏位 我们通常会先做排序 然后了解资料的内容 文字栏位 这边像例如说订单ID是不是文字栏位 是 然后发货日期也是文字栏位 邮寄方式是不是也是文字栏位 所以我们会先排序一下 了解资料的内容 没问题 好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把滑水油带移到这边排序 可是因为它是日期 排序的话 有从旧的日期排到新的日期 还是新的日期排到旧的日期 日期 我们一定是先排旧的日期 再排新的日期 没有例外 我为什么要录制这些影片 就是举证 很多学生会随便乱讲 老师教的 知道吗 有一天如果 有机会我去辩博 我就告诉他说 你说老师教的 你能不能举证 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老师教的 你不能举证 我可以举证 可以了解吗 真的 这个日期只有旧到新 我们看资料 一定是从以前来去看 历史没有人倒退 倒回来去看的 资料也是 这样可以 那请问你 这个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排序 一定是怎么排 笔画多的在前面 还是笔画少的在前面 少的 为什么 你们都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吗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都是这样子来去排序的 方便找 同意 方便我们找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人去肉眼来判断 对不对 然后后来 就是有一位同学 他会问说 那我中间有没有错误 请问我刚刚讲的 怎么排序 正确的排序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 文字大概就这样排 数字要不要排 数字不用排了 不用排 可是我们等一下就会教你 我们一步一步来去教 可以了解 所以你现在问我数字 我等一下还是要教你数字 所以不要急 我们要先把文字搞定 请问一下 这里面中间过程 有没有可能会产生 订单日期 有没有可能产生 1月31号 1月32号 因为只要是人工打字 都有可能会打错字 对不对 好 那你是不是要去检查 到底有没有错 怎么检查 怎么检查 你看 函数大家就不会用了 这是用函数来检查的 所以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要继续教 继续教 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只要是有这一天的 一定会有这个周间的星期几 对不对 只要没有这一天存在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星期几 有听懂吗 所以我只要能够对应出来 这是星期几 这个是星期几 代表这个日期就是存在的日期 对不对 同意 所以我只要写一个函数 我就知道说 这个日期到底对或不对 好 我现在就要做给你们看了 所以我就在最右边 最右边 我就叫做星期 我现在只是为了要教你说 资料的正确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什么函数 判断它是星期几 所以请注意哦 我们这边用等于 W 因为星期 星期的英文单词是不是 WEEK 所以你就只要输入WEEK 就好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跟WEEK 有关系的就只有这两个 第一个是WEEK 第二个是WEEK 那你觉得应该选择哪一个 他左边就告诉你答案了 而且我滑鼠游表也告诉你答案了 所以请问你要选哪一个 WEEK 可以哦 他说传回 借于1到7的整数 然后用以识别星期数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这个WEEK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建议各位是用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告诉我说 serial number serial number是不是拉回来 拉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是要判断这个订单日期 它是星期几 所以我就点回来这一格 这是serial number 逗号 然后他这边是不是有 1 2 3 11 12 13 选择2 这个方法是我们固定 惯用的方法 固定惯用的方法 所以直接点2 开表键 右挂5 enter 你看一下哦 这边快速点两下 这边快速点两下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去观看一件事情了 这里面 这里面总共的项目个数 找出来有10,000一个 所以是不是通通都有找出来 这样就代表说那个日期是对的日期 是符合2013到2016 我只能说这件事是存在的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把1月3号 踢成2月3号 有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 因为我跟你讲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哦 你有时候你做资料分析 你拿到别人的资料 就是有可能拿到错误的资料 我只能这样判断做这件事 至少没有例外的那个日期出现 可以吗 我就用星期来去做判断 好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输入这个星期 请问一下 我先讲数量好不好 我觉得数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看哦 当我点了数量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14 有没有看到这件事 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个新功能 来去看他的资料 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 我先给你们看正确长什么样子 你看在座各位 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学过统计学 统计学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分布 分布 这样知道吗 分布 然后什么叫常态分布那些 如果你都忘记没关系 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一个弹形图 应该有印象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数量 销售的数量 理论上他应该呈现一个分布才对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怎么画出分布图 所以选到 插入 这个图 这个图 请仔细看 这个图 第一个就是 长条图 也就是我们说的 Histogram 直方图 电汤 请问你看到什么分布吗 这是代表说 一出现多少次 1出现981次 2出现2392次 3出现2372次 然后一直到这个是多少 13.96到14.32 这就是14 14总共出现多少次呢 很少了啦 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样慢慢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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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 可以吗 现在看到这样子的分布叫正确的分布 我先把它删掉 如果万一里面里面有一个数字我就写100好了 100 我就写100哦 然后我们再重新选到R 选到R 差度 直方图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个轴 这个轴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所有的那个病啊 有可能是123 一直到这边有一个100 请问这样子的话 代表种类是不是太多了 这就是第一种的错误 可以吗 第一种的错误哦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总共了不起就是人家进来超市 可能买一样 可能买两样 有没有可能买100样 如果有我们是不是要去调查这个资料 是不是不正确了 这样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还有一种错误 我要做给你们看 我先把它比低头哦 我先还原 再还原 好 还有另外一种错误是这样子 我不要用3好了 因为刚好3是蛮多的这个数字 我用 我用8好了 8 这个数字 好一样我现在做一下这个职方图 针对这个数量哦 然后插入 职方图 你有没有发现哦 我的这个资料范围还是1到14 就是有一次的981 这个是频率 这个呢 两次的 三次的哎 这都蛮高的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这边理论上这个分布应该是降下来啊 可是他在8这个位置哦 7.72到8.14这边是不是8 这个病应该是属于购买8样产品的意思 你有没有发现他特别高 就是会有那种一枝独秀 这也是错误的分布 同意我在说什么吗 如果是2啊 或3 我相信有这么高 可是 可是很奇怪 就是会有人会把资料做成 就是说他不知道要把它归类到多少的时候 就会把它归类到中位数 这是错误的方法 不可以把它归类到中位数 或平均数 因为你等于说某某一个病 你把它拉的特别高 这样就会影响他的计算 有听懂吗 这个分布的概念 我们以前就只学 就是对我们统计 从Z减定 为什么做T减定 T减定是因为说我们用抽样的方式 然后 去取样出来 看他的分布 约略等于 那个母体 然后他的差只有差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用T减定 来去做减定 可是事实上 那个分布 分布 我觉得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一定要听懂这一段 三种图 一种是正常的 正常 他一定会有一个峰值 决定来说好了 女生头号 因为我在那个国立洋平大学 所以我一直有举都是癌症 女生头号 十大癌症的杀手就是乳癌 对不对 台湾的乳癌高峰期 在几岁到几岁 大概60岁左右 就会有一个高峰期 高峰 可以了解吗 那请问你40岁 如果他就直接冒上去 那是不是就代表有问题了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 就是明明他的分布就是长 这样子 你就不能说 奇怪 40岁也冒上去 80岁也冒上去 那不就是 资料一定做错了 或者是 我从卫福部拿到资料 就是有问题的 好 所以这个分布很重要 而且我听懂 我再做一次 我先把资料先还原 这都是正常的情境 你看当我点到R这一栏 然后我去画插入 直方图 直方图在这边 好 1点选R 2点选插入 3点选图标里面的这一个图标 请选第一种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的分布 这个分布意思就是 两次 民众购买 商品 两次或三次居多 然后 1 数字越大 就是购买的商品数量 会随着数量越多 然后慢慢的减少 可以吗 就是购买 7次8次 的人会少于购买2次3次 那购买 11次12样产品的人又会少于购买7次8次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个分布是绝对只存在 而且是自然存在的现象 那如果就有一个数值冒起来 要不就是这边 10次这个范围变到很大 那都是错误 那你就要去找 那你就要去想办法找出来 怎么找 那就写一个义符来去判断 如果大于这个次数 次数大于等于15以上的 把它mark起来 那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我们私底下要再去讲怎么做这件事 好 所以请你们 用刚刚教的方式来去画 数量的直方图 第一件事情 请点选 好 这一整栏 然后第二件事情插入 这图表 直方图 就做完了 以前我们要用COUNTIF来赚 会不会赚 没赚过 那我就会担心 替你担心 替你主管担心 你做出来 对 说不定你们也不做报表 你们要不要做那种 跨年度 跨月份的一个比较报表 要啊 那你们之前没有做这个整理不行 好了 我们再做一个 金额 金额一定要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直方图是新功能 你要是用那个 如果你现在还是用2013 2010 没关系 今年年底之前 中华电价要全面提升 他不提升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微软公司他说 我已经不再维护WIN7了 重点是不再维护WIN7 WIN7搭配的可能是OVICE2010或茶皮 或者是2013 那现在WIN10他建议搭配是OVICE2016 所以既然WIN10是我们现在 因为他不维护WIN7 所以他现在就只能维护WIN10 所以中华电信只能把作业系统提升 变成WIN10 那作业 作业系统提升了 办公室应用软体也要提升到2016 所以今年12月31日之前 中华电价全面提升 而且假的钱都一样 为什么还要用旧版呢 不只中华电竞行政院 像我知道新北市政府 他是规定8月底之前全面 包含所有的局 通通都要改 全部都要提升 新北市政府好像是5月份还是6月份 就已经全部都改了好了 行政院的话他也有收到这个要求 好继续 画面就用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删掉 数量画出来的这个职方图 那我们来去看看销售额好了 销售额 我先我先随便把一个数字 把第一个数字改掉 改成什么 改成500万好了 对 我要先告诉我先告诉你一下 这最小值是多少 13 最大值是3万5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个数值冒起来500万 那就有代表有问题吗 好 先给你们看完整的完整的情形 他可以讲什么样的分布 插入底下的职方图 他长这样子 他长这样子的分布 就是13 13 13到4 大概就是10到400 然后400 这个是 这个是400可能再到800 这个是800到1200 可以了解 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数值 数值 销售额越高 销售的那个次数就越少 你看 这样子慢慢的下降 那在这个地方呢 针对这些数值 我们就要去检查一下 到底正不正确 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那利润我们来去画一下他的分布图 插入分布图 你们看到利润来说 因为我们的利润有可能会有负数 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告诉我们说 可能会有 负数的 这是负 这一笔资料 请问负数要不要去查 利润负数要不要去查 要吧 可以吗 例如说好了 你先生 你的先生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拿了 突然哦 200万 请问你 总得要去问一下吧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你觉得老板关不关心 那个利润负多少 付7900多 假设我卖一个东西1万块 结果利润 利润是写就是付的8000块 那是不是应该要去追这笔资料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例如说我今天我卖一只手机1万块 结果呢 我还就是利润就是给他 给他然后倒赚 等于说付8000 这样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所以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 了解清楚的 可以吗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去看的重点 通常我们会先看这边 再看这边 因为那很高很高利润 很高很高的利润 也很奇怪 因为在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我们的利润的分布 然后这边非常高的利润 是不是也是可能有问题 就是他可能必须要把那个钱 赶快在这个时间赶快把它包完 所以你们会不会去看这个资料 就数字类的资料 请用直方图来看 如果文字类资料 就请你先排序 排序 然后麻烦 麻烦请把那个 就是排完序之后 你可能要搭配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 特殊的检查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个销售额跟利润 的直方图 来去看资料有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如果拿到这个资料 其实是干净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来去做资料清理 那如果资料不干净的话 你可能就会选择 假设这个资料 它是异常值 异常值 我们就会把它选择 例如说使用Nure的方式 物语计算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里面这些资料的内容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资料分析的话 第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它做成表格范围 先把它做成定义为表格 它叫做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格式化为表格的意思是说 本来以前我们输入的数字 假设我今天我是不是要去做那个 范围的加总 范围的加总 例如说销售我整个把它加起来 我就会用 SUN这个函数 范围Q2到Q101 然后把它加总起来 然后得到一个数字 可是 可是那是以前 现在我们必须要用一个资料表格的概念 来去完成这件事 也就是不再用资料范围 这两篇完全交的内容都不会用资料范围这件事 所谓资料范围就是像这个是Q2 然后这个是Q2到Q9 这个就是资料范围的叙述方式 我们用的是表格 我们用的是表格 怎么样把这个整个资料有资料的内容定义为表格 所以做法就是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例如说 这边有很多种 好 那我们换一种好了 叫做什么 这一种 然后接下来请注意一下 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资料 他会自动去找有资料内容 他从A1到U101 然后请把这个项目一定要打勾 因为他确实是有标题 确实是有标题 然后直接点确定 还没做完 现在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请注意 他不包含那些空白的部分 这个表格名称 这个表格名称 资料表工具 设计 请把表格名称定义 例如说 我们就取名叫做订单 所以就请你打两个字 订单 订单 如果说你中文字打的慢 你打英文都可以 可以吗 因为打字 因为打字不要变成是我们这个课程 的 基本要求 如果说你要求我去教你打字 那就是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的 所以如果你这边打 你打的也可以 可以吗 不要太刻意 一定要打出中文字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表格 如果这边也有一个表格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去把它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定义这个表格的名称 所以现在你大概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叫做格式化为表格 做法就是常用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随便你选一种 好 我是选这一种 然后接下来就要换你们来去把 资料范围定义为表格 首先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 假设 假设 你今天 你想要去 计算什么真实的销售额 我可以在这边来去做 因为这边有销售额有利润 所以我们是不是把那个销售额跟利润 来去做一个 应该说是相加的动作 他就是真实 或者是我们把销售额减去那个刮虎一减折扣 这样乘出来的结果就是真实的销售额 所以都可以在这边来做计算 好 那还有 他还有一个很棒功能 当你今天往下移动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栏外名称就帮你全部都锁定在这上面 本来的A不见了 B不见了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你现在只要看这个表格 你不用看到别的表格 所以他就直接把那个栏外名称变到这个地方 好 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他右边有一个往下三角形 这个往下三角形其实可以方便你去做排序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知道说原来做常用排序 这个功能在什么位置了 可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说 我如果有了这些有了这个格式化为表格 我其实还可以享受蛮多的优 就是好处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假设我想要去算出来 这是哪一天好了 这个订单日期是哪一天 来去亲门练习一下 有没有移到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吧 因为这边是不是我要去计算 他是哪一日 订单日期是落在哪一日 所以这边我就输入日 然后接下来 我这一格我是不是输入 我如果要讲 我们应该先讲年才对 年 请问这个订单发生在哪一年 这个订单日期 是哪一年 所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 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所以是不是输入等于 哪一年年的韩式 是不是 是y.y.e.a.r. 所以输入 y.e 1 接下来 tab 键 是不是就把 y.e.a.r. 这个韩式 带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要放一个serial number serial number 请 注意 我要去计算这个订单是属于哪一年这件事 所以我要点的是不是订单日期 这个订单日期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点选这个日期 它这边会出现一个array 这个小老鼠这个符号 它的意思就是说 订单日期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阵列 里面会放第一天日期 第二天第二个日期 第三个日期第四个日期 依此类推 就好像说你有一个很大的抽屉 很大一个抽屉 里面放非常多东西 可是每一个东西都放按照位置排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点选这个 它只会告诉你说 我要用的就是这个 可是当我们现在要计算 我们都是整体来做计算的 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订单日期 上面一点点 我要选择的是订单日期 整个所有的记录 这个整个所有的记录 它现在首先没有一个小老鼠了 因为它所指的是整个 请问会不会包含那些空白格 空白格知道吗 我这一万笔记录 那一万零一笔 那个地方是空的 我拉到最下面给你看 你看我就没有选到它了 所以怎么样快速的选到整个订单日期 做法是这样做的 就是订单日期 上面一点点是不是有一条蓝色最上面 蓝色底色最上面是不是有一条线 隔线隔线有看到吗 C的下面是不是有一个隔线 对不对 可是你就不能够点到这个C 你点到这个C 它所指的是整个C蓝 就包含有资料也包含每资料的格子 所以在这边有三个资料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选 在这边我们不再选单一格了 我们要选都是选整个蓝 所以请你点这个 你看我还是要教你一下C到C 所以他会把那些空白的格子都选举起来 你不需要算这个东西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的是这个 这样是不是就完整的订单日期了 又刮符 Enter 你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好处 刚刚你记不记得做星期的时候 是不是往下拖曳 复制 现在不用复制了 你做完一格就等于全部都做完了 请问你可不可以在这一格做 可以 你也可以在这一格做 未必一定都要在 资料的第一格记录内容做 可以吗 因为我们接下来慢慢带领你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不再做储存格 因为储存格只是某一格 我们要做的就是所有整体的资料做计算 所以麻烦各位练习一下 就是游标落在V2这一格 请你输入等于Y1AR 那个Y1大文字 记得就用TAP键选出来 选出来 所以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订单日期对不对 要 要打到订单日期的时候 记得是选这个 选这个 选这个 可以吗 选那个订单日期的上面C的下面 这条线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个年 的使用方式 然后我们就要顺便下课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要继续来去观看一下这个以下 项目资料分析 刚刚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当拿到资料的时候 请问拿到资料就直接做分析呢 还是在分析之前 我们先看一看 检视一下资料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先看一看 会不会比较好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还要再看一看 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 看一看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我们多多少还是会讲到韩式 韩式不要随便忘记 因为我们可能会 明天早上会讲很多韩式 而且是B A X 就是说偏重于资料分析的韩式 好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首先 当我们要做资料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知道一下老板他到底想要分析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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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先把它复制 复制 然后接下来我贴到最右边去 我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 选择进贴上 我只贴直 可是我希望我是要用转字 我只贴那个直上去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行ID啊 他其实应该是文字性值 就是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记录 第三笔记录 那个123 他不是阿拉伯数字 他应该是一个 就是说文字性值的资料 可以哦 有听得懂这句话吗 例如说订单ID 订单ID 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订单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年的编号 这个一看就知道 它是文字性值 没问题 请问一下 订单日期 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好 所以其实到这边 其实都是文字了 什么客户名称 细分 用什么 什么方式邮寄 然后城市 省 国家地区 这些都是文字 那请问你 销售额 销售额是文字还是数字 数字 数字 那 这边也会看到 数字 数量也是数字 折扣也是数字 利润也是数字 对吧 这些都是数字 请问你 星期几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没有人会把星期一的一加星期二的二 所以加起来就是星期三 没有这种加法 因为那是文字 不是 王晓宁加李小美 等于什么 Family 等于一个家庭 是这样子讲法 不是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所以这是文字 请问哪一年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可以了解 好 那我想问你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好多好多的文字 总共多少个文字呢 16加2 可以吗 18个文字 几个数字 四个数字 所以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分析 我跳一个文字出来 搭配一个数字 我就可以画一个视觉化图表 我就可以做一个分析 画出一个视觉化图表 对不对 例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取 各地区的销售 来做分析 好 那我可不可以又取一个 各年 各年 各年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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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订单的销售额分析 可以吧 甚至还有各年 各季 销售额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至少 至少你要知道一件事 他这样子算出来 我可以分析多少个 资料 项目 是不是18取1 乘于什么 C 4取1 会不会算这个东西 不会了 国中数学 国中 要是你不会算 你的人生就是黑白的 可以吗 OK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72 不过这不重要 你只要记住 哇 我可以画这样子的资料 我就可以画出72张资料分析图 对吧 这是很多的意思 好 再加什么 请问我可不可以 C18取1 乘于C4取2 就是数字栏位 我取两个 像散布图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各客户 销售与利润 他的一个散布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画一个趋势线 你就可以知道说 是正相关还是副相关 请问销售跟利润的关系 是不是也是我们希望分析的重点 是啊 可以了解 所以有没有可能C4取2 对不对 可以哦 那这要加多少 不会算了吧 这个不会算 这个当然不会算 是不是加起来就变更多 还有这个文字也可以取两个 数字也可以取一个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可以去取的方式 可是重点是 你不可能每一张图都算出来 你们说是不是 这边还要再加点点点 这就是很多种算法就对的了 很多种可以分析 那请问一下 你最近你都把它分析完毕 你的老板也不想要看 所以你要挑重点 你要挑重点 他想看什么 你就分析给他 可以吗 还有通常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要有一个固执性 要有一个固执性 决定来说 我们想要分析一下 就是说 近几年来的销售额 然后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会发现说 最后这一年跟前一年来去做比较的话 发现他可能是上涨 或者是下降 对不对 那你不能故事就在这边结束掉了 例如说 你只安排了男女主角相遇 然后呢 没有了 不可以这样做 你要故事要有一个结束 什么结束 例如说好了 我们上涨 上涨 这个时候老板一定会想要问 那到底是什么产品上涨 哪些客户 是我们主要的主力客户 对不对 你总要分析到这个地方 可以了解 反正我等一下我们故事是这样子来去讲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既然我可以分析 我可不可以分析说 各年 各年的一个销售 可以 所以我们就现在从这件事来去做分析 好 请问一下 当我想要去做这件事的话 我是不是用插入枢纽分析表 确定 你看好方便 只要你游标落在那个订单 这个任何一格 他就会自动帮你抓 是不是要抓这个表格 对 就是我要抓这个订单表格 然后连选确定 那另外再提醒你一件事 插入底下 那表格有枢纽分析表 建议的枢纽分析表跟表格 各位应该都记得住插入表格 对不对 就是表格就是在插入底下 可是其实你应该也要记住 枢纽分析表格也在插入底下 可以吗 枢纽分析表格他本身就是一个表格 当然放在表格这里面 而且枢纽分析表格比表格更重要 同意吗 比较重点是不是在分析 所以越重要 越会使用到的功能 是不是放在越左边 就是他这个版本的一个新概念 所以在这个地方 枢纽分析表就在插入的第一个功能 应该记得住 请用逻辑来去思考 我连背英文单字都慢慢的 我就我先背的是字根 然后透过那个逻辑性把字组合在一起 不然那些医学的字 我当时我又想说奇怪 你们怎么记得住这么多药的名称 疾病的名称 原来都是字根这样组合出来的 所以记住 枢纽分析表在插入底下的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直接点确定 1点插入 2枢纽分析表 3确定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分析 各年销售额 所以各年销售额 我是不是要找一个跟年相关的 那就是订单日期 看你认定的标准 例如说好了 通常我们例如说办手机好了 办手机有几个重要的日期 办手机有几个重要日期 例如说什么 登记的日期 发晶片的日期 什么什么之类 反正有几个日期 那你们 要看以哪一个日期为依据 那如果说以一个订单来去看的话 我觉得不需要等到发货 来认定这个订单的存在 而应该是从订单这个日期 开始算起 所以订单日期 打勾 第四件事情 请勾订单日期 第五件事情 选择拉下来 因为它是按照那个栏位排序的 所以销售额在这边 然后点选什么 第四第五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要做的是各年销售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然后第四件事情 第四五第六件事情 我们通常都是用图来去呈现的 而不是给别人看资料表 所以点选数秒分析图 确定 可以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步骤 就做完了 记得做 前凡先做到这个地方 这张图还没有做完 这张图 我们如果呈现给别人看的话 我们应该要再多做一点格式设计 例如说我们可能会 假设呈现成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在美观上面 美观要再调整 像例如说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常用底下 常用底下我们要改成千分位符号 还有减少小数位数 这是尝试哦 我不想要再去标一要做什么 二要做什么了 数字金额 金额 因为你要是不标 我这样看不出来 我刚没有标千分位符号 我就很难看 这是三百万 然后这是三 三点五个百万 这是四点二个百万 因为我是看这有两个千分位符号 所以我知道那前面那个数字是百万 好这样理解 所以你不能去废一做什么二做什么 例如说这个数字选到 一定要去做常用底下的千分位符号 跟减少小数位数 为什么要减少小数位数 因为我们台币的计算标准是以元为单位 可以哦 所以接下来我就不再特别交代这件事咯 再来 再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我这边我刻意挑了这张图 我刻意挑了 例如说这一种 它比较好看 它比较好看 那也可以挑这一种 对不对 随便你 可是重点 重点是哦 我们也可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加上趋势线 加上趋势线 建议如果你加趋势线的话 你可以设定那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搬到右上角 去说明这件事 好 例如说 这张表要怎么样去做说明 好 前一个翻节我们就特别教它 但是这个翻节我们就不用刻意教你 但是你要看得懂 它这张图表的意思就是从 2013年开始到2016年的销售额 销售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逐年增加的趋势 然后从2013年的300万到2016年的5.5个百万增加了增加了2.5个百万可以吗 我连如何报告我大概都告诉你了 这样没有问题 这是基本上在以下里面口气图表 我们再怎么修饰 然后怎么报告都跟你们分享 好 那请把这张工作表快速点两下 直接输入结果 直接输入结果 叫做什么呢 各 对 这也要会命名 这叫各年 因为这边有2013到2016嘛 所以你应该不是说什么 那个近几年 近几年大概就是三年 那因为这边有四年 所以我就叫各年了 各年销售统计 可以吗 这张资料表我就简单命名叫各年销售统计 好 你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重要 这不是不应该是我们这个课程才教你的 这应该是 Excel 最基本的课程 你就应该要会 可以吗 就请你们自己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 接下来我想跟你们继续分享一下 就是销售与利润 我们这个资料里面 是不是会有销售 也会有利润 所以我们通常在看资料报表的时候 你一定会先以年的角度来去看 就是今年的销售跟今年的利润之间的差异 好 那去年呢 前年呢 然后再继续做这种比较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如何去做销售与利润的分析 最好是用散布图 但是以下没有散布图 这是很可惜的 那我们就来观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组合图的方式来去做这件事 各位知道我要做什么资料分析吗 各年销售利润分析 可以吗 各年 所以我等一下一定会用到订单日期 销售 销售 当然我就会用到销售额 利润 我当然会勾选利润 可以吗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从第一张图跳到第二张图 那个逻辑性各位可以理解吗 可以吧 如果我如果我的主管 如果我的主管是制造部门主管 我可能就会去先统计数量 因为他关心的是数量 那如果我的主管是营业单位 他关心的应该就是销售跟利润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分析是有逻辑性的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各年销售利润分析 插入数量分析表 一样一样 这边都不用做任何修改 直接点确定 前三个动作几乎都一样 各年各年是不是在这边 各年我就一定要用一个日期单位 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销售额 勾选销售额 因为他知道订单日期是文字栏位 所以他一定预设先放在列栏位 那如果你要做两个文字栏位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把第二个文字栏位放到拖曳 拖曳放到栏这边 因为列栏位跟栏栏位只能放文字不能放数字 那直这个栏位只能放数字 那接下来我们有销售额 还要有什么利润 利润在这边打勾 然后为了我们方便 为了我们方便 所以我会 我们先来画这张图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枢纽翻析图 枢纽翻析图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枢纽翻析图 我还是要请你点确定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一个数字很高 一个数字很低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去修改 修改不是用这种图 可是直方图是最容易直观了解的图 例如说好了 至少你在这边可以看出来说 各年销售额是逐年增加 各年的利润也是逐年增加 对不对 可是你就少了点 那个两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吗 我等一下为了要解释 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 我想要知道销售高利润是不是高 这件事最好是用三部图 可惜这边 以下做不到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是不是也可以很快速的做完 用期有步骤就可以产生这张图 然后等一下我要教你修改 修改 修改这张图变成组合图 好 请你们七个动作记得住吗 这边比较特殊一点 特殊一点就是选什么 订单日期 销售额跟利润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画出 这张叫做 各年 销售利润统计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可以针对蓝色 或针对红色来去修改 可是我觉得我们一般来说 销售跟利润两者都很重要 可是它的因果关系 这边放因这边放果 所以一定是销售放在左边 利润放在右边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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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遇过现在年轻人 他说 我随便我高兴 左边放利润 右边放销售 我有遇过 我有遇过 但是我会建议你 我觉得做的是那个 有一些是 就是 规定 像例如说我现在跟你讲 左边放销售 右边放利润 他其实是因为有因果的关系 好 然后最后一件点 他 变更数列图表类型 这边换了 这边真的有很大改变 首先 我把那个利润 副座标轴打勾 可是两个都是直条图 这样就不好看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我就会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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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组直条图改成折线图 确定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第一年 2013年的利润 利润 如果说我们用 换算成比例来去看的话 它是不是在这个 这个销售的下面 可是第二年就是像在上面 第三年在上面 第四年又跑到下面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可以知道这个意思吗 至于是什么关系 最好是用那个 散布图来去做说明会比较好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张图绝对各位 会曾经看过 它是这样做出来的 通常我们会把这个图例 例如说放到别的位置 那你就自己来去研究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样子的一张图 是不是会比刚刚更有可读性 可以去说明什么 可以更加的去说明 这两张图表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利润 利润它也是上升的 逐年上升这件事情 就不会像刚刚 因为直调图全部都压扁扁的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上升 只有一点点这种错觉 而是它上升的 利润上升的幅度还蛮高的 举例来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从 这个六 不好意思 这些一定要改成什么 三位一撇 否则这边其实是很不好读的 三位一撇 有看到 所以这边是不是从 60万 60万 到这边70万 可以吗 好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们这件事 所以就麻烦请你们做 做一下 就是滑鼠右键点选红色 点选红色的定 点选这个红色定 然后呢 变更数列图表类型 然后请把这个利润改成副座标轴 还有 还有 请把这种图 不要都是直调图 换成折线图 通常组合图里面就是 长条图配折线图 居多 好 请你们现在 做完之后按确定 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的一个 改变了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好 好 行吗 不 不 好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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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我现在我们这样来去看之后 我觉得主管他可能会想要知道 就是说 同期比较怎么做 同期比较 2016跟2015 这样子的一个销售 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改变 好 所以点选订单 你们请问一下在座各位 有没有曾经做过同期比较图 有没有 因为以下同期比较图很难做 2016这边有了一个很大的改革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教你 你知道什么叫同期比较吗 2016年1月的销售 跟2015年1月来去做比较 那2016年的2月 跟2015年的2月来做比较 这就叫同期 可以吗 应该知道这件事 我只带你们做销售 不是利润不能做 只是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回去 自己去做做看 因为这都是必须要做出来的 你觉得老板关心同期 一定关心 一定关心 那他关心他想要做的图表 你不帮他做出来 是不是就很奇怪 对不对 对 我都必须要自问自答 我到时候要去看医生 你们要付医疗费用 对 这样知道吗 就是同期比较一定要会做 就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可以去敲门 去问你的主管 你到底想要看什么图 理解我说的意思 你做出他想要看的图 那么你的前途无量 那你一直在做那种 他说我做不出来 你做不出来不等于我做不出来 你就可以写信问我 你们说好不好 好 我们来做同期比较图 有一点点复杂 可是2016把它改得很简单了 很简单 其实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做插入 数秒分析 确定 这前面三个动作都一样 当我勾选了订单日期 这边多了一个叫做年跟季 年跟季 可是呢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月 可惜没有月这件事 因为我要去做那个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所以我先做那个同期的比较 所以我先把年搬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放什么呢 我就放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建议先改成千分位符号 三位一条 好 输入分析图做什么呢 好 点一下它 我们应该用折线图来去看 那你知道好 折线图 确定 算了 反正等一下我也是要 要去把它折住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这边是不是销售额 然后呢 这边有四条线 就代表四个年 好 你看一下 首先2016年跟2015年的比较 是不是只要看 紫色跟绿色 可以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2016年是不是都高于2015年 对不对 这样讲不够完整 最好是讲说 2016年各季 销售额的表现 都高于2015年 各季的销售额表现 你们觉得对不对 真的我遇过好多学生 他问的问题 昨天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问的问题 真的问得很清楚 因为他把主持 授持统统讲出来了 他就直接 例如说就有一个学生问 我说 老师 那个2016年比较高 他就只讲了这句话 他都不讲说 2016年 各季 销售额的表现 高于2015年 各季的销售额表现 可以了解 所以当你今天在报告的时候 我建议你应该要把话说的清清楚楚 相对的你提问我问题 我很乐意帮你回答 可是我必须要先了解你到底要问什么问题 可以吗 而且更棒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做各月的比较 各月 因为既比较完 为什么要比较各月 为什么要比较各月 例如说好了 现在有一个台风 台风 我们要比较 我们关心那个台风的路线图 请问是一个小时关心一次 还是一个星期关心一次 还是一年 还是一个月关心一次 还是一年关心一次 一个小时关心一次 对不对 你觉得你的主管 多久会来关心一次 这个销售的情形 我觉得至少是月 对不对 所以你既报表做出来 当然要做月报表 可以吗 可是你要看长官 假设他是我的主管上司 他是他的上司 这样听得懂 比如说他是财务经理 然后他是总经理 然后他是老板 那我可能对他 我要给他看到 周月全部都要给他看到 他的主管可能近月报表他都要看 可是他的主管可能只要看季 那老板可能只关心棉 可以了解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是会想要产生那个月报表 月的比较 怎么做呢 这个第一季旁边不是有加吗 点一下 第二季 点一下 第二季 你不能象征性的开 你不能只开这样子 然后就给老板看 这样不对 第三季也要开 第四季也要开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那个紫色跟绿色吗 紫色 紫色 可以发现 紫色是这一条 好 请问如果你要报告 你觉得哪一个月一定要先报告出来 紫色跟绿色的比较 就2016跟2015的同期比较 你会第一件事报告什么 11月 为什么是11月 因为它是唯一跟同期比较 它是输的 可以吗 当然啦 当然有人会先报那个胜差最多的 因为同期比较嘛 对不对 你会报那个胜差最多的 就是大幅领先的 还有什么 输的 这都是要报告的 因为同期比较 好 我再把刚刚的程序重新讲一次 让我们去了解 同期比较图 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可是这件事情你回去 你用那个旧版 来去做做看 因为刚刚我看好像只有 1%的学长 你们的电脑已经换成2016 所以你回去做做看 保证你会发现做不出来 因为做法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好 我就重新做了 1点选 回到订单 回到订单 然后插入 2 数纽分析表 3 确定 接下来 因为我要做的是同期比较 你要记住一件事 我根本就不是在背 1点 2点 我都是在想 我那个逻辑 我要做的是同期比较 销售额 对不对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勾订单日期 然后再勾什么 再勾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因为我要做那个同期比较 所以它变成我的X轴 应该是要有那个 例如说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所以我就会把这个年 翻到蓝的位置 变成这个是我的年的单位 这个是我的季的单位 当然了 你也可以打开变成月的单位 月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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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 1点 枢纽分析图 我要用什么图 才方便做比较 答案是折线图 因为直条图这样子比不太好比 你看紫色 紫色的 1月 跟2月 它好像就是会有那个一个 一个间隔 一个间隔 这样就会比乱掉了 好 所以用折线会比较好呈现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比较 确定 记得住吗 就请你们坐到这边 最好是真的 最好是这些格式 一定要把它改成什么 常用底下 千分位图号 减少小数为数 不过重点 我们要从这边 回去看出来 2016跟2015 它主要差别 这边是小数 小数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 同期比较 好 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先点回去订单 然后接下来请点插入 属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把棉 要勾选那个 销售 有订单日期跟销售 好 然后把那个棉二 搬到蓝那边去 好 来画属纽分析图了 要画折线图 所以点选 属纽分析图的 折线图 确定 记得要把那个 第一季打开 第二季打开 季打开来就变月了 都要打开来 好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就会做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之后 我们再来去做 交叉分析筛选器的讲解 例如说好了 请问一下 各年的销售 你会不会想要跟那个 各产品产生关系 既然我已经知道 2016年我销售比较好 对不对 那到底是哪一个 产品销售比较好 哪一个纸产品销售比较好 这应该是我们 比较关心的重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画面就用一下 你看一下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各年销售 我们看得出来是2016年销售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 我们通常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 针对 这个销售 到底哪一个类别 哪一个纸类别 销售比较好 或者是它的变化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订单 订单 我现在就说如果我是业务单位 我可能会关心是我的客户 客户给我下的订单量有没有改变 营业额有没有改变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关心说 那2016年是不是会有那个主要客户改变 或者是该买 跟我们公司买产品的客户 还没有下订单 这应该都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你不能就直接讲说 就2016年高于2015年 好结束 不可以这样子 而且连多少增加多少都没算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的说明呢 好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分析了 就是说各年的销售 所以在各年销售统计这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了 书扭分析表 书扭分析图 书扭分析表或书扭分析图 随便你点都有都有交叉分析筛选器 当我点选书扭分析表的时候 分析底下 有没有看到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当我点书扭分析图的时候 分析书扭分析图工具 分析底下是不是有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都有 对不对 但是它的功能是筛选掉 筛选掉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它直接给你看筛选完毕的结果 这是它唯一可惜的 就是同时我想要去看2015年怎么样 2016年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是看不到的 我只能单一个时机点来看 好 这也就是说明说下午为什么要介绍另外一个工具的主要原因 你看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有做了这一张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分析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如果我今天我在意的是产品 产品 这个时候我就会把产品的类别打勾 纸类别打勾 确定 我先放到右边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当我今天我们来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如果勾选 技术 家具 办公用品 你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三个来去做观看 可以发现就是说 技术 技术 它的上升是这样子 它上升到 那个1.8个百万 可以吗 从1.5个百万上升到1.8个百万 家具 它是从1.4个百万 上升到2个百万 所以家具是不是上升比较多 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是从 1.3个百万升到1.6 1.7个百万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家具类上升最多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你是要只能做到这边 你是要只能做到这边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当你去做说明的时候 你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要去解释这件事 但你这样只能做到这边 举例来说好了 你看 我这样我点技术 家具 你看我这边要特别把技术 技术有看到 这边是1.5到1.8个百万 那就是0.3个百万的差别 这边家具是0.6个百万的差别 可以吗 家具是0.6个百万的差别 然后办公用品是0.4个百万的差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家具 家具 他的成长是最多的 可以理解 你这样讲出来我想大家也听得懂 可以 好 那请问你 请问 请问一件事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是不是关心子类别 你就要只要去看子类别 那子类别谁比较好 这就是我现在要考考你的 会比较吗 你就比较这两年就好了 会不会 只有这4个要比 家具 只有这4个 其他都不要比 因为你已经找出来了 请问这三个类别里面 家具类的变化 成长是不是最多的 接下来 那我们就要去看看 这个家具类有4个子类别 然后到底是用具成长比较多 还是书架成长比较多 还是桌子成长比较多 还是椅子成长比较多 对不对 这样子才算一个完整故事的讲解 你不能只告诉老板 就是说2016年销售比较好 比2015年好 就好像说你只交代一个剧情 你只在交代说男女主角见面了 那老板这时候一定会眼睛张大大的 然后呢 听得懂吗 好 换你们 怎么叫出来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这边 这边 你先到各年销售统计 然后 你选书纽分析表也可以 书纽分析度也可以 然后分析 分析底下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请勾类别类别 跟纸类别这两个打勾 可以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自己去玩玩看 自己去玩这里面内容 你就会知道说 你就可以告诉我答案了 可以吗 这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用筛选的概念来去完成 所以 我现在不知道答案了 所以 就等你们告诉我答案了 我们来继续看 继续看 家具 我刚比 技术 它只多了0.3个百万 家具多了0.6个百万 办公用品多了0.4个百万 对不对 所以家具 是增加比较多的 家具是增加比较多的 那其中呢 我们来去看 用具 2015年到2016年 从12万到17万 所以它增加了5万 那输价呢 57万到82万 所以它增加了 多少 25万 对吧 82减57 是不是增加了25万 可以吗 可以哦 请问输价好还是用具好 当然是书价卖的比较好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再来桌子 桌子 桌子 19 19万 这不是16跟35吗 差了 多了19万 可是还是没有书价好 对不对 再来一致 55跟64只加了9万 所以答案是书价 不要说书价 自己说书价 而且感到很骄傲 有听懂吗 有听懂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我要把这样子的结果告诉主管 我们来去报告的时候 你顺便用这种方式呈现 这是现在以上能做到的事情 这是比较可惜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有更好的呈现方式 但是总比你不知道来的好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它可以做切片分析 至少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报告出去一个答案 我们从各年的销售可以发现 2016年高于2015年 2016年其中又以什么 家具类的成长是最多的 多达0.6个百万 那这0.6个百万呢 因为切片嘛 切片知道 这0.6个百万 其中又以书价成长的 是最多的 他成长了25万 同意吗 你要这样子来去报告 这样是不是才是一个完整的报告 同意 好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你们再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你做出来的跟我做出来的一样 理论上是一样了 没有道理是不一样的 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早上只是告诉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决定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各年销售统计 各年销售统计可以发现我们是逐年上升 然后其中呢 其中我们当然要去看一下销售是这样子 利润呢 利润也是逐年上升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要去知道说 那2016年跟2015年之间的差异 2016年这边会发现11月11月他输同期 越早知道这件事是越好的 越早知道这件事是越好的 真的 那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件事 我们就可以越早知道越可以止跌回损 那接下来胜差的话 像例如说2月 还有像这个5月 对啊他胜差是相对比较高的 这也是必须要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又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说 那以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销售来比较2015到2016年 哪一类的产品类别是销售成长最高的 答案是家具类 成长多少呢 成长了0.5个百万 0.6个百万 然后其中又 这家具类里面又以输价输价成长25万均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再问你一件事情了 你做完这些资料分析 请问一下你需不需要去做利润的分析 需不需要去做各年销售利润的分析需要吗对不对 然后呢那你又想要知道说假设我们算出来是各年逐年增加哪一类的那个产品利润最高 好这我想都是老板很想知道的 那也许也许也许你今天手上拿到是MOD的台湾的那个量 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分析 你就去看看说哪一年的成长是最多的 然后又以什么地区的成长最多 然后什么地区又以什么行政区最多 对吧 是不是可以做这种资料的分析 这就不忘我们今天请大家来上课的原因了 请问这些东西一定要算出来吧 而且同期的比较这都是主管他一定是先今年办了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想要看看说那这样我办活动了 那有没有赢过前期赢多少或者是输多少 总要知道的事情 这就是资料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做的事情 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上午就先上到这个地方 下午下午1点30分 我们再来用更好的工具 也是以色料里面 然后请各位把这个档案先存档起来 然后我会把我们现在上课内容放到成品 就是这个结果档案放到成品那边 方便日后你们如果想要再回来回顾一下 或回去比对都可以比对 好 那我们上午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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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